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是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开始准备绿卡申请时需要的文件材料 那我们这里呢,讲的主要是职业移民的绿卡申请 尤其是EB1和NIW国家利益豁免 这两个类别的绿卡申请 那像这样的申请呢,当然有很多好处 你可以自主申请,不需要有雇主支持 比较灵活,换工作一般来说也不受到影响 那有些申请人说,这个申请我要做哪些工作呢 感觉没有头绪,那在开始申请的时候 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那我们律所呢,帮助数千位来自中国的 这个各类的科研人员,专业人士 取得了这些申请的批准 那大部分工作呢,我们律所会帮助申请人来做 当然了,申请人呢 也需要提供关于他个人资质、背景、成就等等方面的一些文件 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来说一下 那这个,如大家知道呢 杰出人才和国家利益豁免这些申请呢 有很多申请人是科研人员 理工类的专专业人士 但是呢,不限于这类的人士 那比如其他的申请人,包括医生、工程师、商业类人才 这个艺术类、体育类人才 这个文科的学者等等也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可以参见我们其他的视频和文章 那这个EB1和NIW申请呢 总体来说,这个申请人呢 需要提供三部分的材料 如果和我们律所合作来准备的话 那哪三部分呢,我们看一下 第一部分呢,是关于你的资质、成就的原始文件 那当然,任何申请人都要有这个护照啊 这个证明自己的身份啊等等啊 除此以外呢,比如说有你的简历啊 然后呢,有你如果是作为这个科研人员嘛 有你发表的论文 论文得到引用的记录 比如说Google Scholar、中国之网等等显示引用 还有呢,你为期刊或者会议审稿的记录 还有什么别的呢 比如说媒体报道 比如说你的工作怎样得到了应用啊或奖 那对于其他的专业人士、人才来说呢 也可以有别的证明个人成就和资质的材料 比如说可以有你关于你的媒体报道、人物专访 你获得的重要奖项 还有呢,你在公司单位里面担任重要职务的证据 还有比如说作为一些重要组织的成员相应的这些材料 还有呢,比如说你的工作得到展示 在这个展会上展出 像这些都可以 那这个呢,是关于个人的这个原始的文件材料 因为我们知道呢,你交到移民局的申请是一个文字的申请 是吧,你不是说要个人去当面的陈述 所以呢,那你这个证据嘛,需要有客观证据 要有书面材料,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呢,是申请人需要提供的 当然了,我们会呢,给申请人提供具体的建议 以及帮助申请人整理这些supporting材料 并且编撰材料的所以 那第二部分材料是什么呢 是关于推荐人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有推荐信 这些呢,可以参考我们律所其他的视频和文章 那简单来说呢 移民局的工作人员 他是公务员,是官僚 是吧,他不可能是各行各业方面的专家 不一定了解呢,你到底做了哪些工作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需要有专家来提供背书 讲到你有什么样的成就 这些成就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这些呢,可以通过推荐信来展示出来 当然推荐信呢,不能替代前面提到的 第一部分的这个书面客观证据 但是呢,推荐信可以帮助来讲到 这位申请人有什么样的成果 这个工作为什么重要 那么这个推荐人一般来说呢 需要申请人自己设法去联系 然后呢,申请人可以提供给我们 这个律所关于推荐人的背景信息 比如推荐人的姓名 他的网页或者简历 还有呢,推荐人是怎样了解到你的工作的 像这些 那在了解到推荐人的这个背景情况 以及啊,申请人提供的原始材料以后呢 我们可以相应的帮助申请人准备推荐信的稿子 在完成以后呢 申请人可以发给这个推荐人 请他审阅,签字 然后可以通过电子版的比如说PDF文件 E-mail给申请人 申请人呢,可以存在这个和我们律所共享的文件夹里面 用作申请材料的一个重要部分 那这个呢,是关于推荐人的信息 最后第三部分,还需要申请人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呢 还要申请人提供一个关于自己工作的一个总结 如果你是科研人员 这可以是research summary,research statement 如果你是其他方面的专业人士 那么也可以总结一下个人的资质,成果,成就 这些方面 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好麻烦啊 这个我不会写 那你都要作为杰出人才,优秀人才,移民美国了 是吧,那你这个个人的一个总结 这个并不难写 而且呢,我们律所会为你提供样本的这个文件 有格式,有详细的说明 那你此前在工作中 一般来说也会有一个年度总结 或者定期的 比如说毕业前,在这个申请工作的时候 联系工作或者定期,有这样一个总结 那么都可以用到 或者呢,如果你是科研人员 比如你发表的论文 有这个abstract,摘要 这些呢,也都可以用到 讲到你这个工作的成果 那么这一个工作总结 或者research summary,research statement 要怎样写呢?根据我们的经验 一般来说,比如说你有三四页 四五页,基本就可以 那么里面包括什么内容呢? 我们举例来说 如果你是科研人员 那里面要包括什么样的内容 那这个是你做过的项目 projects 那哪些项目说做过很多 那这里面呢,你可以挑出来最有重要意义的 而且呢,有客观证据支持的 你说每天都在想一些重要的科研的点子 但是从来没有发表过 从来没有客观证据 这个一般来说呢,那不好使用 那比如说你过去若干年里 如果说做过三四个课题 项目,projects 那么你可以相应的总结一下 每一个课题怎样总结呢? 把什么放在前面呢? 那你的这个工作 如果某一项工作 获得的这个发表的论文比较多 得到的引用比较多 客观证据比较强 那么这个呢,可以放在前面 可以这个着重的来陈述 那在这里面呢 可以每一个项目里面分成几部分 讲到,比如说 这个工作它的重要性意义在哪里 是吧,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 除了个人的好奇心 pure interest以外 这个工作有什么意义 比如说,揭示了某一种激励 或者纠正了前人的错误 或者获得了新的知识 或者了解了一个新的方法 像这些都可以 然后呢,那当然你即使做的是理论研究 可能也有实际的应用效果 比如说有新材料 或者是在环保能源 或者治疗疾病 健康等等方面 总之呢,这个工作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重要性 那接下来呢,还可以讲到 说这个工作呢 有什么样的难点 Challenge 那要不然的话 这个工作问题可能早就解决了 对吧,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你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可以描述一下 这个工作的难点在哪里 接下来呢,讲到可以个人呢 通过什么样的approach 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了问题 最后呢,还有对应的书面证据支持 比如说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 发表了什么样的论文 得到了什么样的报道 或者其他人有什么样的follow up 什么应用 或者别人怎样引用了我的工作 评论了我的工作 等等 那么总之呢 每一个你做的科研项目课题 都可以从这四个角度来阐述一下 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意义在哪里 它的难点在哪里 你通过什么办法解决了问题 最后呢,对应的客观证据 那么说我一共要写多少project呢 不用太多 两个三个或者四个都可以 那么突出重点 不在于数量 我们经常举的例子 比如说爱因斯坦 一辈子也只做了三个半project 狭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 光电效应 还有统一场论 最后一个还没做完 那么你做的工作 即使非常重要 对吧 大概也不太可能 比爱因斯坦的成就更大 如果他的工作 都可以这样简单的 从三个半科研项目来解释 那么你的应当也可以 那么这个呢 是对于这个理工类的科研人员 如果是其他类的 比如说这个文科的 或者商科的 艺术类体育类的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总结一下自己的成就 因为你自己对于这个 你自己的过去的历史啊 成果啊 最熟悉嘛 是吧 那有的地方呢 如果说我用英文实在不好表达 那你也可以写一部分中文的内容 或者呢 有的地方如果 你觉得这个 专业的文字啊 这个有的时候解释的不够清楚 你也可以呢 用一些通俗的文字 或者呢 像前面说到 你也可以从你的论文的 Ibstract里头 摘录一些内容啊 总之呢 这几页 这个也是你对自己 过去多年工作的一个总结啊 然后这个呢 对于你的 呃 杰出人才 或者国家利益豁免 绿卡的批准 应当呢 也会有帮助 那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开始准备绿卡申请时 需要的文件材料 那一般来说呢 你需要三部分的材料 第一呢 是原始的书面证据 第二呢 是推荐人的信息 第三呢 是你的一个工作总结 就这些就可以了 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律所 我和我的同事们 会帮助你来文成准备 那当然了 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也会有 密切的沟通和申请人 来讲到 那么归根到底嘛 你想移民局呢 他要看到的 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罗列 说这个人有多少论文 多少引用 或者说 有多少奖项 然后有什么样的funding 做过多少审稿 是吧 你除了这个数字以外呢 归根到底呢 要在内容方面 讲到 说我作为申请人 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成就 我解决了什么问题 我具备什么样的资质 取得了什么成果 那这些呢 这个可以通过书面证据来表达 可以通过推荐人作为专家的背书来支持 然后呢 也可以通过你自己的工作总结来展示出来 这个总结呢 一般呢 是我们内部使用的 并不用交到移民局那里去 所以呢 形式上不需要特别的正式 只要里面总结出来 你最重要最突出的成果就可以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交到移民局 可以用呢 这个总结呢 一定程度上呢 后面再加上除了你过去做了什么 你现在和将来计划做什么 还可以作为一个research plan来应用 来表示你将来计划继续在本领域 本专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做什么样的工作 这个呢 尤其是如果你个人目前不在美国 或者目前没有在工作 或者目前做的工作和原先的专业有些区别 那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绿卡为的是将来的工作 可以看我们这方面的视频 那怎么表明我将来 计划继续在这个领域工作呢 除了其他一些方面的证据 你可以提交这样一个research plan 这个呢 尤其是像前面提到的几种情话 可以有用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